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Y是符从参数是那么大2的指数分布 另外呢X跟Y还独立 我这个地方我就跟它不一样 大家有没有发现它这个书上总是分Z等于X加Y怎么办 Z等于什么X乘以Y怎么办 Z等于X分之Y怎么办 Z等于XY当中较小的一个怎么办 较大的一个怎么办 我不讲 我就把它下方成普通的情况 难道我们随之变量的函数就在这种 它有更多种 所以我们关键是要掌握处理这一类问题的一个统一的套路 这就是根本 现在我就告诉大家 U是等于MIAXY V是等于MAXXY U是XY的一个函数 是XY让它们较小的一个 V也是XY的函数 是XY让它们较大的一个 那么现在要你去求 CF大UX CFVX 一句话 就是要求UV这两个随之变量的密度函数 那么这个地方我在讲之前 我就想 首先有一个东西做出声明 例题三这个题目大家好好听一听 没有什么可怕 这个对你们大家心心态数的学习有帮助 大家注意了 如果你见到MIA 你只要见到MIA 请你用大语 你一定要给我用大语 因为那时候老师我用的是小语等于 大家有没有学过叫对立事件 它们概率之间是有一种关系 所以如果见到MIA 我就建议你们大家 给我用大语 小语等于不要 如果是小语等于 转化成大语 举个例子 为什么呢 你看一看 如果MIA XY 大语 Z 你知道等于什么 MIA XY 大语 Z 哎呀 它的意思就是 XY 小了一个都大语 Z 你知道等于什么 哎呀 等于X 大语 Z Y 难道不是 请大家看 如果你见到M A X 请你用小语等于 没有规则得了 用小语等于 用小语等于的话 大家看一个 M A X XY 小语等于Z 你们自然的去想一想 XY 两种 九大的一个都 小语等于Z 等于加于什么 等于加于两个都 小语等于Z 所以是这个原因 那么有了这个以后 下面我们做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学方法 学方法 请看我的 第一个我就解决U的问题 就是大F U X 我先把这个U的分布反式求出来 下面这个导致就行了 好了 它应该是P 大U 小语等于X 那么然后 它应该是P M A XY 小语等于X 我刚刚说什么了 我说M A 出现这东西 你不能用小语等于 你只能用大语 所以应该是P X 1 1减 对立时间 应该是E 1减去P M A XY 大于Z 大于X 实际上是等于E 减去P 你自己想吗 XY的呢 就小了一个大于X 什么意思 都大于X 是大X 大于X 大Y 大于X 你们不要忘记了 X跟Y 可是独立的了 所以结果应该是 1减去P 大X 大于X 乘以P 大Y 大于X 大家还记不记得 XY 独立的话 P A B 等于P P B 假如这是A 这是B 实际上这就是P A B 那结果这等于P P B 独立吗 好的 再继续 我们如果遇到 单一的谁这边呢 我们一定要用小语等于 大家注意啊 一定要把思维 想清楚 不能乱 所以这个地方又写成 1减 像前面这个 可以写成 1减去P 大X 小一点E小X 这个地方是 1减去P 大Y 小一点X 诶 单一的谁这边呢 我为什么用小U等于呢 因为这就是个分布函数 你们没有发现吗 是大X的 跟你在对机啊 所以这个地方 应该是 F 大X 小X 这个地方是 1减去F大Y 小X 那么你现在应该知道 我们开始要动手解决这个问题了 不解决不行了 所以到这里的时候呢 你稍微 停一停 请大家看看我的 因为 X 是 服从 参数是 那么到1的指数分 所以 F大X 小X 大家应该记得 对吧 所以不要乱套 大家把我讲的 像这个 处理MX的整个套路 学会了 这是根本 这个地方我就告诉大家 用什么变量无数为 像我这个地方用小X 那用T行吗行 行啊 用什么字母都行 这个地方就变成了 1 减去 1的 负 那么到1X 什么情况 X大于的 0 X小于0 还有 又因为 大Y 是服从 参数是 那么到2的指数分布 所以 大Y的分布函数 我们又有了 好 我这个地方说一下 我这地方用的是小Y 可不可以用小X 可以 用什么字母都不出费的吗 所以你这个地方 随便用什么字母 这个地方就应该是 1 减去 1的 负 那么到2 Y Y 大于大于0 0 Y小于0 行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 像这个怎么办 这个大F 大X小X 就它吧 这个大F 大Y小X 哎呀 就是这个里面 把小Y 给成小X就行了 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 都是以什么地方 分界的 0啊 所以我现在下面 就告诉大家 X小于0的时候 你们看一看 F大U F大U 大于什么 还用说吗 X如果小于0 有没有发现 两个分布函数 在0的左边 两个分布函数 全是0啊 所以有没有发现 这是0 这是0 那就是1减去1 还是0 紧接着我们再来看 X大于 等于0的时候 F大U X 等于什么 这个简单 大家看一下 这个时候 我就跟大家讲 这是多少 F大X小X 哎哟 就是1减什么 1的 负那么到1X 那么这一个 等于多少 F大U 小X是什么 哎哟 就是把这个里面 小Y 给成X吧 哦 这个地方又是多少呢 又是1减去 1的 负那么到2 X 我就请你们大家可算 这个时候应该是多少 是1减 大家告诉我 减这个方法 乘以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是谁 是1减去这个 哎哟 1减去这个 就是这个嘛 后面这个方法是 1减去这个 1没了 这个变成这个 又是这个 所以就变成这个 跟这个嘛 所以结果就变成了 1减去1的 负的 那么到1 加那么到2 X 就这么简单 所以结果 这个时候 就应该是 1减去 1的 负 那么到1 加那么到2 X 这样一来就好办了 F大U X 就等于 就是大U 这个随之变量 它的密度减数就有了 应该是 0 什么情况 X如果小于0 X如果大于等于0的时候 它就应该是 1减去 1的 负 那么到1 加那么到2 X 那么我们要得人家的密度减数 很简单 就切个倒数就行了 是什么呢 X如果小于等于0 我告诉你 我的密度减数就是0 X如果大于0 就是这个切倒数 结果就变成了 看到没有 这个除了一个 负的这个跟前面一个负 那就变成 那么到1 加上那么到2 然后是1的 负 那么到1 加那么到2 X G 大家看一看 U 是服从指数分布的 是服从参数是多少呢 那么到1 加那么到2 大家看得多清楚 下面我们再来解决第二个问题 是V的问题 这两个都还可以使用 大家记住这两个都还可以使用 现在大家看一看 现在我们再看一看 V X 实际上就是 P V 小于等于X 实际上就是 P MAX XY 小于等于X 有没有发现我说过 见到MAX 干嘛 用小于等于 哦又正好吗 大家看一看 XY的呢 9大的一个都小于等于X 等于什么 都小于等于X P 大X小于等于X 大Y 大Y 还小于等于X 大家不要忘记了 我们XY是独立的 所以 这个地方就是 PFG等于PFB 所以应该等于PX 小于等于X 乘以PY 小于等于X 我们大家都知道 前面这个就是X的分布函数 是大F 大X 小X 乘以大F 大Y 还是小X 前面这个不用讲 就它 后面这个怎么办 就是把第二个 分布函数里面的小Y 给成X就行了 有没有发现 它们俩的分界线 都在0这个地方 在0的左边 它们全是0 所以这样一来 就可以变成这样了 X如果小于0 有没有发现 它们俩全是0 X 如果大于等于0的话 大家看 前面这个 就是1 减去1的 负那么大1X 后面这个是 1减去1的 负那么大2X 那么下面你干什么 你切个导书就行 你下面你切个导书 就结束了 对不对 我们这个地方 切个导书就可以 找我 那我可以 够